以环境说法,希望能够将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真言中普贤留佛学会在台南江南度假村举办佛二研习课程 侧圣金刚上师以户外教学环境说法方式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中 户外教学,这个是我们学习佛陀、释迦摩尼佛 在他开悟的时候,那个年代他所有开悟的智慧 所有要表达生命的道理,他就以这个自然界为范本 以借着自然界的生态来说明佛法 让更多的人在自然界当中,生活在自然界当中容易明白 所以这个叫做无情说法,在佛教里面这是重要,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环境说法,无情说法,环境说法 自然界的太阳、花草、树木都是会说法的 佛陀以自然界为范本,向世人表达开悟的智慧与生命的道理 这和菩萨形式一样的,菩萨的心是平等、清净的 努力在自己现前的缘起上对万物法界众生做出最好的贡献 无师无我,利益一切众生 测圣金刚上师学习佛陀的精神 以户外教学的方式,让大众了解生命的缘起缘灭与平等、清净 史方新闻,黄慧如乌中瑞,台南采访报导